我们来看这一题,抛物线方程是s平方加4s-8y加12等于0的焦点坐标为何 要听门意思呢,首先我们利用配方法,来把抛物线配成标准形式 所以我们把抛物线那么叫做γ,那么因此s平方,那么再加上4s,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就会等于把-8y加12移到等好的右边,所以就得到是8y-12 那么左边我们把它配成完全平方,所以s平方加4s,再加上4的一半就是2的平方 所以就会等于8y-12,左边加上2的平方,右边一样我们把它加上2的平方 所以左边我们就变成完全平方,也就是s加2的平方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右边8y-12加上4,所以就是-8 那么因此我们把8提出来,所以就是8乘上来y-1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8的意思,那么就是我们的4c 所以4c值等于8,所以我们就求得c的值等于2 那么c的值等于2,那么它是大于0,那就代表因为它是s平方 所以表示它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图形 所以我们在座标平面上就来画一个开口向上抛物线它的示意图 那么把它叫做是干嘛 所以我们来看它的顶点座标 那么从标准方程式中,我们知道s加2如果等于0,它的顶点s分量就得到是-2 那么y-1等于0,所以它的y分量就是1,这个就是它的顶点座标,我们把它叫做4v 接着我们来求它的焦点座标,焦点座标就是从顶点座标 那么向内也就是向上一个c值 那么这个c值我们已经知道是2,所以向上两个单位,我们就找到了焦点的座标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从-21向上两个单位,我们就得到焦点座标 那么就是-23,所以题目要来求焦点座标 那么求的是-23,选项A-23,因此选项A就是我们的答案 之前的视频